金门大桥是美国加州金门海峡之上的著名桥梁,它是近代桥梁工程的一项奇迹,是世界上第一座跨距超过1000米的悬索桥,桥身全长1900多米,建造时使用了十几万吨钢材,耗资达3550万美元。 在大萧条时期的美国,这绝对是一个天文数字,通体红色的大桥横跨旧金山湾,弯里经常生起阴阴的薄雾,笼罩其中的红色大桥仿佛通往彼岸仙境,看起来确实很美,然而令人惊悚的是,这事竟然是一个自杀天堂。 首先,我们要纠正一个概念,金门大桥桥身的颜色并不是正红色,而是红、黄和黑混合的国际局,当时为了保证大桥颜色的稳定,工程浩大的涂了三层油漆,而且每一层都要经过细致的检查,为什么要把桥身涂成红色呢? 在众多的解释之中,最有说服力的是,大桥的建筑师埃尔文·莫罗认为,国际局的色调与周边环境比较协调,而且由于金门海峡经常出现大雾,红色可以使大桥在大雾中显得更加醒目。 可是这么美的大桥,为什么会被自杀者青睐呢? 在1937年修建完工时,总工程师约瑟夫超级自信地对记者说,金门大桥实际上能防止自杀,跳桥自杀完全不现实也不可能,结果大桥开通仅三个月就有人跳下去了。 后来,政府被跳怕了,专门请来学者进行研究,研究结果震惊了社会各界,原来大多数青生者跳桥前毫无征兆,自杀完全是临时起义。 比如,有一位年轻的父亲,抱着两岁的小女儿,原本是来旅游的,还兴致勃勃地拍了好多照片,忽然就把孩子扔下海,自己也随即跳下。 没有任何仙照的举动,惊呆了身边的游客。 学者们认为,站在大桥上,俯望身下蔚蓝的大海,以及远处辽阔的天际线,壮美的景色会让人心生悲伤,你会产生一种幻觉,跳下去如同轻飘飘的羽毛,下一秒就要加入天使的队伍。 然而当人从60米的桥面跳下去时,会以时速120公里撞击水面,内脏会被震得粉碎。 面对每两周就有一个人跳下去的频率,大桥上终于在2018年安装了防护网,这个问题才得到最终的解决。 金门大桥再也不是全世界最长的钓索桥,但不妨碍它依然是一座伟大著名的桥,希望你也能和我一样。 看到的是希望,而不是悲伤,要知道春天的道路依然充满宁命,命运总是不如人愿,但往往是在无数的痛苦中,在无数的矛盾和艰辛中,才使人成熟起来。 这里是简单生活频道,每天和您分享有趣的小知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